熊号圈深受民众喜爱登记踊跃 台北市政府在宣布振兴推出2.0版本 18号开始到24号 民众可以到台北通官网与超商iPhone登记 并且改善之前当机的情形 启动虚拟等候式的排队机制 登记人数多时自动开启排队机制 也开放较久的时间让民众登记 这个疫情在趋缓 那检讨我们在应付疫情 其实分4个部门 防疫疏困振兴转型 防疫当然就是感染人数要少 或者说得病的话怎么去医疗 防疫 大概还是不可费言的 这个特别在疫情 再加上二乎战争痛厚膨胀 的确贫富悬殊的效果会更明显 所以对于这些在疫情当中 受这种受伤害的这种底层民众 怎么去疏困 这是社会局很大的工作 因为我们看从统计数字上看起来 的确这个穷人的伤害是更大 那再就是振兴跟转型 固然在疫情趋缓以后 要搭配一些活动开始做产业振兴 不过对我们来讲 从国外的例子 除了振兴以后更重要是 如何在振兴过程当中 让台湾的产业转型 那事实上依化是一条没有办法回头的路 他一定会继续做下去 那重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台湾的产业社会做一个更有效力的转型 那我们去年就开始做 行好券1.0 当时是花了5.53亿 那找那个台湾商业研究人去做研究分析 你知道 大概那个倍数效果是1.72倍 所以我们大概花5.53亿 最后创造是9.52亿的产值 但是这样 我一向我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写检讨报告 我们去年那个熊好券 就做了一次 发现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大折恒大 什么意思你知道 因为如果你这个产业 是本来就异化相当有异化的 那么现在这个熊好券 用这种异化的方式去发的时候 那些本来就准备好的企业 受益更大 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 去年熊好券最大受益者就是我们的连锁店 因为它本来的系统就很好了 所以我们在 我当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前10%的店就收到 10%的店收到90%的产值 所以 当然是这样 这分两个部门来考量 一个是如何辅导中小企业 异化 这个我们大概 本来是有编两年两千万的这种 叫数位大使 数位天使的这种概念 如果去辅导中小企业 不过我参考新加坡 新加坡大概一年是私益的费用 所以我们最近有在思考说 如果整个台北市的中小企业要加速转型 到底我们政府要用多大的力道去协助他们 这是有另外一个案子在处理 本来就有在做 但是我觉得两年两千万这个力道不够 因为 新加坡大概是一年就四亿台 如果换算过来大概四亿台币的经费 所以 如果加速中小企业的数位转型 让他追上这个 世界潮流这个目标 再来就是说 那我们在这边还是本身就要思考说 如果让熊好券2.0更好用 我们还是认为熊好券2.0 用依法方式来发是比较好 为什么 第一印刷要钱 还有印刷以后 防围是一大问题 防围 他弄假钞又假的消费券 收要钱 运送要钱 你要发到所有的老百姓手中 这也要钱 然后商店收那个保管也要钱 兑换也要钱 要成本 所以发现如果不依法的话 我们这熊好券花下去 结果最后 大部分的钱都花在这个 行政成本 不是很好 那么 现在如果 而且对店家来讲 如果用熊好券2.0 他消费完了 钱直接到云端 直接转账到那个去 所以不管怎么想 熊好券 都是比较好 不过一开始 还是有 这个 议员在抱怨说 你都用 只用台北通 不过这样 当然 唯一的话 是不太恰当 所以我们今年事实上 用自然人平证 健保卡 你到网页 7-11的 iPhone去登记还是可以的 不过我还是鼓励大家用台北通 去年发生好券1.0 就大家一拿到 因为那个联锁店 第一个他异化程度比较高 第二 我们国人的消费习惯会去 联锁店 所以 我们全家全田是最大的受益者 那今年在想说如果再用 套用去年的模式 又会出现那个10%的店家吃掉90%的 金额 所以现在方法就是说 要引诱你去这些地方 因为你去 消费了 他还会再给你券 这样就 这个叫政策导引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大家一开始就去 我要的店去消费 现在有这个的话 他就想 那我先去 反正 反正这个用完还可以 然后300 还有 花300 还有300 所以把引诱到这些去 那像运动产业 我知道 健身房在 在过去三年很惨很惨 所以 健身房 还有这个 一文券 那个 像这个也是 就受伤比较惨的产业 把倒克作用 目的是这样 就是这样 一开始我们是想购券是 抽奖比赛 你去抽到 抽到汽车 抽到什么 百万赠送 那只有一个人爽而已 这个是 这个你消费每100个 你就可以再抽一张 这个叫做 这也是 在经济学上 你把财务集中在少数 比方说你 你一个人就有 一亿的财产 赚了一亿块 那你 你不会怎么用 因为你不想要干什么 可是你 一亿如果一人一万块 分给一万人的话 他在市场上产生的倍数 效应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也有科学基础 你财务集中在一个人他去消费 消费不多 你给他分散 每个都去消费 那产生倍数效应会比较大 为了鼓励店家加入振兴行列 并了解如何使用及收取雄好券 以提高店家收券意愿 活动也提供5000份想购券 给想购券商圈特店 及一万份市集券给市集券合作店家 作为店家体验使用 更推出店家收券激励方案 雄好券每收一张票券 将额外对店家激励加码5% 等于每收100元电子票券 北市府将合销时拨付105元 让疫情受创店家感受到振兴 更要持续深化传统店家感受到数位转型的便利性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交易的影响 相线